賴清德他現在擺明了 反正在兩岸外交 完全就是尊英路線 走的是蔡英文路線 而前副總統呂秀蓮 他很不以為 他說不要開口閉口 都說要遵從蔡英文路線 他說我們的命運是靠北京 還是華府決定 還是靠民進黨和國民黨 一或是靠2350萬人 共同來決定台灣的命運 所以在這邊我直接請教 預防委員 就是因為賴清德現在 他就不敢 他剛剛波及說 他就是直接打一張安全牌 這是最省事的 他也不用傷腦筋 可是這樣我想說 那怎麼樣 蔡英文還沒退位是不是 還要會不會在幕後垂簾聽證 他已經被提名了 當民進黨的 等於他的候選人 他其實外界應該期盼 他有站在更高的層次上面 來看待這個問題 而且更加的操懶 你現在就是說 你的外交跟兩岸 還是一樣繼續蔡英文的路線 尊重他路線 繼續他路線 那台灣完蛋了 完蛋了 對啊 你要知道到下個月的5月20號 蔡英文的任期才滿7年 對 要到明年5月才滿8年 對 我們掉了9個國家 斷交國9個 所以賴清德你要告訴我說 你要繼續走蔡英文的外交路線的話 那我覺得邦交國全部都保不住了 6年多不到7年 掉了9個邦交國 那你上去你打算繼續掉多少 結果蔡英文路線造成啊 擺出這樣子 我們當然可以這樣講 那為什麼馬鑽九的任內 只掉個國家 乾比亞 而且乾比亞給我們宣布斷交之後 中共並沒有立即給他建交 因為他遵守大家當時的默契 就是外交修兵嘛 所以你再怎麼樣 人家是有一個現成的成績單在那裡 你蔡英文就被比下去了嘛 還有呢 IKEA國際民航組織 每三年開支大會 以前台灣是被以貴賓的身份邀請 去參加那個大會 蔡英文上來以後 現在也沒有了 沒有 世界衛生大會 他上來第一次 在這個年會去參加了 因為那時候是 馬鑽九下台以前 接到了邀請函嘛 所以蔡英文上來以後 人家也不好意思 就斷得這麼乾淨 讓你參加一次 接著沒有了 年年都沒有 年年都沒有 那你這樣怎麼辦 就是說我們現在 民進黨的做法就是說 我走台獨路線 所以我沒有什麼櫻木 我就是仰我 我就跟你硬碰硬 你硬碰硬的結果 現在就很清楚在這裡嘛 馬鑽九走的是 迂迴的路線 知道說我們整體的國力 是不如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要走一個比較羅和 這場戰爭要拉 很長的戰線來打 然後要打迂迴的那個 然後呢 我們讓對方覺得說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深濃的敵意 我們只想大家好好相處 然後呢 大家互相互利互惠這樣子 那兩岸的經貿關係 就是互利互惠嘛 前年賺了1700億 從中國大陸市場 然後去年賺了1500多億 如果沒有大陸市場的話 過去的十幾年 我們每一年外貿就是逆差 如果以去年跟前年就是最少是1000億的逆差 1000億的逆差 那你覺得台灣可以撐多久 所以也就是說大陸跟台灣的關係 是非常的複雜 非常複雜的 你沒有辦法當作敵人 如果把他當敵人 你就不應該跟他經貿來往 可是你不跟他經貿來往 台灣死定了 每一年1000億的 美金的外匯的逆差 你認為我們現在的 裡面的那個什麼4000多億 你認為我可以撐多久 我們的外匯的影 你認為我可以撐多久 就撐4年了 4年了就沒有了 那你台灣不就完蛋了嗎 再講難聽一點 你買武器的錢 搞不好有一大半是從 對大陸貿易賺了錢 你們去買的 再講一個更複雜的事 我們現在不是台海中線嗎 我們說認為中國大陸 你不要隨便越過台海中線 對不對 對 尤其不能進入我們臨街區 24海裡 12海裡更不能進來 那是我們的臨海 好 中線畫下去 你不能到中線的右邊 那中線的左邊有什麼 你告訴我 上面有馬祖 底下有金門 那如果大陸說我不去右邊 你不准來左邊 那金門馬祖不是完了嗎 所以兩岸的關係 是非常複雜 車重複雜 既是威脅我們的地方 也是給我們大量順差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喜歡也不喜歡 你就要跟中國大陸 和平相處 互利互惠 所以你就不要在意識形態上面 搞得這麼僵硬 沒事就台獨 你台獨就是台獨 你務實不務實 你就是台獨嘛 不是這樣子嗎 你要去美國 你去夏威爾也好 你去阿拉斯加也好 你去阿肯社也好 你去法府也好 去紐約也好 你去美國就是去這些地方嘛 所以你台獨這樣務實 然後表示說你比較聰明 還是說你比較軟弱 你講務實兩個字 因為你是一個軟弱的 很現實的台獨 能搞就搞 不能搞 就溜是這個意思嗎 這沒有任何道理嘛 所以你不要再叫這個口號 你現在繼續走這條路線 兩岸會更糟 越過中間的情形會越來越多 中共更多的演習包圍台灣 也會越來越多 你們民進黨不喜歡馬英九 你儘管罵他 可是你要成了一件事 馬英九執政了八年 你到路上去問任何一個行人 你說你覺得兩岸會不會開戰 你說你說你是不是神經病啊 每天那麼幾萬個 萬路客在台灣 這個甚至有些的官員都來了 像陳永寧不都來過了嗎 你說會打仗 搞不好打死自己的還比較多 所以你不要神經病嘛 你不要講不會打仗嘛 你現在到街上再問 你說是不是馬上會打仗 我看講話不一樣 不好說 但是問他說 你認為現在跟馬英九主政的八年 兩岸戰爭的機會是增加還減少 除了那個你沒有良心 否則每一個被問都告訴你 戰爭的可能性是增加 而且增加了不少 所以這樣就被比下來了 所以你賴清德 一個那麼爛的蔡英文的大陸政策 然後外交的政策 已經搞到我們台灣這麼緊張 然後國家都快斷光了 邦家伙都快消失了 然後你可以說 我還繼續追求他的路線 這條路走不通 你還繼續走 你不知道跳懸崖是什麼 怎麼解讀這一次 侯友宜的新加坡之行 當然很多人說來了來了 就是為了024暖身 剛剛張靖 張老師說 你看邀請是新加坡 他表示新加坡是 侯友爺為姬優谷 我覺得張靖是我好朋友 我覺得他講得不錯 另外一點就是說 其實侯友是壓著滑水的 壓著滑水 因為他如果不想選的話 他早就表明了 不就沒有事了嗎 搞得大家那麼累幹嘛 你去看他跟在台協會的 這位處長上任不到兩年 他跟他見了多少次面 公開跟單獨大家這樣見面 一共7次 他如果沒有心的話 你幹嘛要人家去看天燈 還有另外一次好像到對方 對 人家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也願意去參加 這位處長願意去參加 也願意跟他見面 這就是表示侯友也是在做準備的 新加坡情形也是一樣 他最近講話才講得比較明顯 侯友說他就是準備好了 可是你覺得他去新加坡 這個事是這一兩個禮拜 才準備的嗎 這種國外的訪問沒有那麼簡單 主人也不是說你要去 對方不管是誰邀請你 這個也要他們上面要批准 可能到總理的層次要批准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來講都是早就在準備 有侯友宜說這是早就定案的行程 對啊 這猜都猜得到嗎 因為他是在回應有名嘴說 他這個就是在議員說 戳掉喬事情的部分 民進黨議員說他在避風頭 他說我不是啊 這早就排好的 當然就這種國際的訪問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尤其大家要知道 新加坡是另外一個華人的國度 新加坡在兩岸之間的關係 是湊中複雜的 早年新加坡是根本仰賴台灣 他的海軍是我們去幫他建立的 他的軍隊是在我們這個 這個星光計畫 在我們屏東在那個天氣受訓的 早年他們很多事都是我們去幫忙 李光耀對老先生講功很尊敬 跟蔣經骨的關係也處得不錯 他正要搞得不好 是跟李登輝開始兩個人 搞得不好 因為李登輝講話太拖大 李光耀當然受不了 然後你去看孤王會堂 為什麼在那邊舉薪 然後為什麼習近平跟馬英九 會在新加坡舉薪 就說新加坡不僅關心 而且很積極的想扮演兩邊的橋樑 現在都很蹲蹲蹲蹲 我要扮演中美之間的橋樑 你也不想想看你夠嗎 你夠這個分量嗎 可是新加坡要扮演兩樣之間的橋樑 他夠這個分量 尤其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新加坡的跟我們的關係變得又更好 那就更容易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所以洪友宜要去新加坡訪問 不管是他發動了還是對方先邀請 有時候譬如外國代表說 會拿我們的報紙看我們 有時候就問說 你有沒有意思要訪問我們國家 如果要的話 我們可以來協助做安排之類的 所以不管誰先發動 這個是一定來來回回 我告至少兩三個月以前的事情 這沒有那麼簡單 立法委員一個訪問團 你要到別的國家去 你要安排 徵求對方同意 對方也看誰來接待你 然後要多少人接待你 然後你還要到哪些地方去 因為你不是直到國會嗎 那樣子來來回回 因為有時候都搞了三個月半年 何況是一個這麼重要 而且敏感的政治人物 而且台灣最大的城市的市長 現在民調 國民黨民調最高的人 有可能要代表國民黨出來進去 而且有可能選上的人 那新加坡當然他要 他要非常的細膩的去安排 他這樣的訪問 所以我只能說 看起來洪友宜是在準備 不過他的個性上面 有他的比較這種不外露的這種個性 其實我這一點 我希望他應該要放開一點 因為現在的選舉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的社會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年輕人跟以前也不一樣 不一樣 大家看到就是要明快 要坦率明快 快刀斬弄馬做事情 你看現在的電影 好了又拍電影 是不是越來越快了 以前很多懸疑片 我告訴你 年輕人開地板睡著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電影 很多的這種 這種我們看到文學創作 都那種懸疑的部分 現在都變得更少了 所以我是覺得洪友宜這一點 我是給他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可以處理事情更明快 而且跟社會的溝通更明朗一點 這個我覺得對大家都好 記者也很辛苦 像楊敏大家沒事也要拆一拆 你在想什麼 你明天想幹什麼 這就不好 要開開朗朗 而且像他這樣子 你可以甚至每三天五天 你開個記者會 你可以問我私自 你可以問我別的 我後友就來回答你 這樣也增加了促進 你跟整個社會 跟這個基層民眾之間的互動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NCC關中天 沒收新聞自由 媒體寒蟬效應很嚴重 但是中天堅守第四權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